大家好,我是阿灿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道红烧扁鱼的家常做法 做出来肉质鲜嫩,香辣肉味 刚从超市里面买了一条鲜活的扁鱼 这条鱼的重量600克,花了12块钱 老板已经帮我把鱼处理好了 鱼已经处理得非常的干净 鱼身上的粘液都全部刮干净了 还有肚子里面的黑膜和鱼骨血全部都处理干净了 这些东西腥味都是比较重的 一定要把它处理干净 接下来我们将鱼打一下花刀 给鱼打花刀的时候 在鱼身上肉质最厚的地方 斜刀轻轻的划上几刀 刀口不需要太深 大概在两毫米的深度 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了 给鱼的两面都打上花刀 这样在烹饮的时候就更容易入味 也能使烧出来的鱼更加美观 处理好之后把鱼放在盆里面 往里面放入生姜丝 一把小葱 再放入一勺料酒 小半勺食盐 然后再用手把葱姜抓一抓 抓出葱姜汁 再把葱姜在鱼的全身涂抹均匀 这样一直给它涂抹两分钟 涂抹均匀后再放一旁腌制20分钟 接下来我们再切点配料 一小块生姜和大蒜子先给它拍扁 再剁成姜蒜末 剁好先放盘子里备用 几颗小米椒切成圈 不喜欢吃辣的可以用大红椒代替 切好一起放在盘子里面 一小段大葱先给它切成丝 再改刀切成葱末 切好也放盘子里面备用 20分钟后鱼已经腌制好了 把鱼身上的葱姜挑出来不要 然后再把鱼放在案板上 这一步非常的重要 大家一定要注意 用厨房纸巾或者是毛巾 一定要把鱼身上的水分吸干 为什么我们每次在煎鱼的时候 油总会煎在身上 还有每次煎出来的鱼 总是粘锅或者是破皮 就是因为这一步没有做好 只要把这一步做好了 煎鱼的时候基本上就成功了一半 把鱼身上的水分吸干后 接下来我们开始煎鱼 煎鱼的第一步 首先是要把锅烧热 要把锅给它烧得开始冒烟 这个时候我们把火关小 再放入食用油 然后再开中火 用铲子把油润锅烧热 等油烧热开始冒烟的时候 再把火关得最小 然后再把鱼慢慢的放下去 鱼刚下锅的时候 先不要着急动它 让鱼皮收紧定型 这个时候只需要轻轻转动一下锅 让鱼的底部都能吸收到热油 开中小火慢煎一分钟左右后 再放动一下锅 让鱼的底部都能够受热均匀 给它晃动几下后 再翻一面继续再煎 给它翻过面之后 同样也先不要动它 一直把鱼的两面都煎至金黄 两面都煎好了之后 再把鱼盛出来 锅中留底油 放入姜葱蒜末和小米椒 给它一起炒香 再往里面放入一勺黄豆酱 翻炒均匀炒出香味 再放入少许料酒 接着再把煎好的鱼放下去 再往里面倒入适量的清水 清水的量也不需要太多 能没过鱼的三分之二就可以了 接下来开始调味 放入半勺生抽 少许老抽上色 小半勺食盐 一勺蚝油提鲜 半勺白糖 再撒入少许胡椒粉去腥增香 扣上盖子 开中火煮四分钟 用铲子把汤汁舀在鱼身上淋一淋 这样能使鱼肉更加的肉味 这个时候鱼已经熟了 先用铲子把鱼捞起来 先放在盘子里面 接着再把汤汁烧开 倒入少许水淀粉勾个薄芡 用铲子给它不停的搅拌均匀 让汤汁收至浓稠 最后再把汤汁淋在鱼的身上 再撒上葱花点缀即可 一道鲜美可口的红烧扁鱼就制作好了 这样做出来的红烧扁鱼肉质鲜嫩 非常的好吃又好看 而且煎出来的鱼也不粘锅不破皮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试一试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帮忙点赞关注留言转发哟 谢谢大家的支持